M4 Pro与M2 Ultra和M3 Pro基准测试对决 iPhone 17将采用苹果自家WiFi 7芯片 1加13,大电池,众多升级功能 谷歌确认安卓16时间表 M4 Pro芯片的首批Geekbench 6基准测试结果出炉 结果显示,高端M4 Pro在峰值多核 CPU性能方面比高端M2 Ultra更快 搭载14核M4 Pro的Mac mini在多核分数上高于 搭载24核M2 Ultra的Mac Studio 在多核CPU性能方面 M4 Pro相比M3 Pro也快了高达45% 根据这些结果 一台售价1599美元 搭载14核M4 Pro的Mac mini能提供 与售价3999美元 搭载24核M2 Ultra的Mac Studio相似 甚至更好的峰值性能 苹果所有新款Mac将于11月8日发布 据郭明基称 2025年秋季的iPhone 17将使用苹果设计的WiFi 7芯片来取代博通的芯片 它将采用台积电的7纳米工艺制造 因为苹果计划在大约三年内将其大部分产品都改用自己的WiFi芯片 以降低供应成本并增加利润 苹果还在研发自己的5G芯片 与WiFi芯片分离且采用不同的台积电工艺 从明年开始它将逐渐投入使用 下一代iPhone SE将是首款使用该芯片的产品 不过它仍将使用博通的WiFi芯片 一加已发布一加13 它搭载骁龙8 Elite处理器 并配备升级版的蒸汽冷却系统 从11月1日起它将在中国上市 价格从12GB内存加256GB存储的4499元 到24GB内存加1TB的5999元不等 一加13采用6000毫安时的电池 使用硅碳技术以提高能量密度 尽管电池容量更大 但它比一加12略薄 充电速度与一加12相同 100W有限 50W无限 反向充电较慢 6.82英寸的AMOLED屏幕刷新率为120Hz 分辨率为1440x3168像素 峰值亮度为4500nit 防水防尘性能提升至IP69级别 并且有一个增强型的超声波指纹识别器 手机背面有三个5000万像素的哈苏品牌摄像头 其他功能包括全区域NFC 增强的蓝牙范围 一个大尺寸的振动马达 以及对磁性配件的支持 谷歌已确认安卓16将提前发布 时间为2025年第二季度 4月到6月 这是为了与设备发布时间表保持一致 今年8月Pixel 9系列搭载安卓14发布 而当时安卓15仍在开发中 如果安卓16能在6月前发布 那么Pixel 10以及三星的下一代折叠手机将从一开始就搭载它 谷歌还表示2025年将有第二次发布 时间在第四季度 10月12月 这将是一次小版本更新 包含自主要版本发布以来的功能更新 优化和漏洞修复 可能是安卓16.1